40秒鐘準備 請做答 字別寫錯了 好 那個什麼人的 什麼心 那個職的那個 就是 只能依靠別人 直的 什麼人的 什麼心 沒有畫面 好 那個橫的 什麼氧 橫的 唯一的橫的 就是 對一個人錯放了 而讓這個壞的繼續滋長 對 他們都焦慮了 佩娟終於有點想法了 我都提示了 但神以樂還是沒有感覺 非常好 沒想到在最後10秒 真的沒想到在最後10秒 我的天啊 佩萱 我們這整個40秒 妳在前面的30秒在幹什麼 妳變空白 老奸巨華是妳第一個寫的 妳寫了就等在那邊 我想說完了 他贏了 贏的可多了 沒有,可是... 還有 對 最容易錯的就是老奸巨華的滑 對 妳第一個寫的 然後一分都沒有拿到 妳一定會很悶 對 切影介紹 妳竟然最後10秒鐘全對了 太神奇了 李天賦教授 老奸巨華的滑 是 可以解釋那個字嗎 因為這個滑字 它本身也有狡詐的意思 跟那個 前面那個 全這邊那個滑字 意思是相同的 一般很容易寫成那個滑頭的滑 因為狡猾 狡猾基本上就是 一個完整的詞 那老奸巨華 老跟巨都是形容 非常的意思 那奸詐狡猾 就是形容一個人 非常奸詐狡猾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那我們的狡猾 基本上他們不會寫成 這個水字邊的滑 對 當然因為現在我們如果查全文的話 確實在詞典當中的全文 有這樣的一個詞 所以如果就今天我們來做 就全文來搜尋的話 是就可以接受 是 可以給一個分對不對 可以給一個一分 另外再提醒就是說 我們寫那個養人鼻息的鼻 其實我們今天在寫正確的 鼻的下方 它是不出頭的 它底下是一個雞 可是很容易寫 對,我們大多數的時候 我們都很習慣的把它變成 是一個出頭的結構 所以你得三分 你得了一分